咱们知道唐朝是中国古代全部朝代中喜上最为开放的 这点其实咱们可以从影视剧或者史书中都能够体会得到 唐代时期女人的地位仍是非常高的 并且还有什么穿戴方面 也相对于其他朝代更加的开放和时尚 让人感叹唐朝真是够开放的 可是不是可以说除了只需唐朝如此开放呢 其实并非如此 其实还有其他的朝代相对非常的开放 而这些全部还得亏于一座墓葬的出土 当时考古队在福州挖出了一座宋墓 墓主是一个宋代时期的白富美 死前直留16岁 可是没想到在他的墓葬中 却发现了许多贵重的丝织衣服 其中一件真丝超短裙的发现 让考古队侧墓了 因为确实有点性感 为此就让咱们的专家感叹 其实宋代也是非常的开放的 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地点在福建福州的一座中学里 当时这所中学要为学生修建新的宿舍 然后请来了许多工人在这施工 没想到施工途中却被工人 挖出了一块很大的青石板 且上头还有文字 这让工人们很疑问 为了解惑有人提议上报 就这样福州考古队随即到来 就在勘察之后 原来是一座宋墓 可是没想到这座规划一般的宋墓 却发现了令人意外的陪葬品 进入墓室之后 考古队确实是被震撼了 这等墓室墙壁上刻画了许多精巧的壁画 并且墓主的棺木显得很巨大 是用青石雕刻出来的 看样子墓主的身份非常的尊贵 应该是宋代的某个贵族 可是这样的墓室却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的陪葬品 反而墓室内放了许多的箱子 其实啊惊喜就在这箱子里面 打开箱子一看发现都是一些衣物 这无疑让专家振奋坏了 这可都是宋代的衣服 通过专家的研讨发现啊 这些衣服都是非常的豪华 这工艺啊堪称让人吃惊 其中呢有一件真丝超短裙 让专家看了都有点难为情 因为啊这是通明且薄的 便是因为这真丝超短裙 让专家对宋代有别的观念 很可能啊宋代也是非常的开放 好了我是张霄 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